辽兰一场大胜 把压力给到CBA官方 杨明霍主动退出 乌格洛佩兹留下最后体面 辽宁男兰在第二阶段 比其他的球队都晚了 整整两天的时间才能够结束比赛 因为他们还有一场和江苏队的补赛 今日的这场补赛是正式结束了 辽宁队最终打破了全胜 也是完完全全的杀回了CBA积分榜第一 夺回了属于他们的宝座 因为本身之前辽宁一直落后于新疆 就是因为他们少赛一场 双方的输球战绩现在都输了七场 新疆32胜辽宁31胜 就差这一场补赛 打完之后按照双方直接交手战绩 辽宁队完全压制了新疆 所以他们就是CBA的最强队 啥时候这补赛打完 辽宁啥时候就回第一 现在呢果然补赛打完了 第一也回来了 可是最大的难题 现在也给到了CBA官方 因为现在辽宁队的情况 太特殊了 辽宁南篮之前也基本上确定 又要官宣换主帅了 杨明将再次回归乌格洛贝斯 很可能回到熟悉的助教的位置上 毕竟当初他在辽宁担任的就是助教 还是杨明亲自去西班牙给他请回来的 那现在这个情况一出来 就为难CBA官方了 果然在本场赛后 有一位中国篮台名记就爆料 伴随着这场比赛结束 辽宁是北区第一 浙江南区第一 所以说本赛季执教 CBA南区全明星的主教练是王世龙 执教北区全明星的 却不知道是谁了 咨询了官方之后 得到的回应是 必须得等辽兰官宣 才能确定 北区全明星的主教练是谁 就是说 如果你辽宁队不宣布 你的新教练是谁 我们也宣布不了 全明星主帅是谁 这个难题 真的是让CBA很无奈 谁能想到 你在这种时候 忽然宣布 杨明要回来了呢 都知道他回来肯定是当教练 当主帅的 去压着球迷 压着更衣时的 谁都很清楚这个情况 可是毕竟你没官宣 那你不说 我们也不能说 谁是全明星队的主教练 按理来说 杨明一场没打 你直接去让他指教全明星 也不熬 所以可能最好的选择 就是协商之后 杨明主动退出 成就乌格洛佩兹 一个最后的体面 既然这个成绩 全是他带出来的 杨明在此期间 这39场可是一场没参与 那你就让乌格当全明星队主教练 给他留下一个体面和尊重 让他去指教全明星 你赢来的战绩就让你去指教 然后后面的比赛 让杨明来负责 这样算是两拳其美 否则你到时候 辽宁队真发个鼓告 说我官宣换教练了 然后乌格连全明星主教练的位置 都没得做 杨明一场没打 直接空降全明星 去教这些手下球员们去了 你觉得合理吗 那中间乌格的付出又是什么呢 所以说现在啊 这个情况弄的CBA很尴尬 辽宁当然也很不好办呀